说真的 因为现在民进党 是一个团结的民进党 郭台铭的支持者 你能不能让他能够 心服口服 郭台铭本身已经是成全了 但是他支持者能不能接受 所以这是你要再去面对支持者 另外一个就是说 柯文哲的问题 你要怎么去面对 因为我直接讲了 民进党这一次的选战策略 是非常清楚的 就433结束了 赖金德没有打算拿过半的票 他拿四成就赢了 今天邀请的是台北市议员 对不起 那个现在需要前进 立委参选的罗志强强哥 对 好 刚刚讲到的第一点 你认为给侯友宜的第一个 最大的建议 就是赶快把岁月静 这个当时的伤痕 正面面对 去讲清楚 第二点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 清除录章很重要 因为时间还有 现在才5月 是时间还有 我觉得你先花个半个月 一个月的时间 先把那个前方路障 先清掉了 那清掉路障 就是要面对过去的一些 一些自己 那水月静好 是我讲第一个 第二个当然 其实大家就讲 就是能源政策 那能源政策之后 就是我们讲说 那个核电厂的问题 核四的问题 核能 对核能的问题 核一核二核三的问题 今天早上核四厂厂长 王博会还传了讯息给我 他需要专业的面对 不要只是政治的考量 那这个当然就是 我觉得核一的第二个挑战 那我先讲 你要知道地方首长 他当然对于 要面对地方选民 对于所谓的核电的一个疑虑 那你也不能不去意识到 就是说 你看我们 如果核四算进去 有三座都在那个 新北 所以基本上 对于所谓的一个新北市长 他面对核电厂的问题的话 他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声音 他必须要来去表达的 可是这是地方首长 但是当你是总统的时候 你要从全国的能源政策去看 那现在全世界 大家也可以看到说 你实际上不可能不面对核能 这个否则你就要面对就是 缺电家园 面对就是我们接下来很多能源的挑战 所以因此 在这个部分 我觉得就是可能 侯友宇他也要做第二个面对 第二个面对 那我认为 就是说侯友宇现在最大的 最大的坎就这两件事 第一就是水晶 第二个能源政策 如果这两件事情他能够去翻篇 对翻篇的话 那我认为就是说过去的这个就还了 过去这个我觉得可以大概稍稍平息 那但是对未来的部分 当然挑战很多 就是说真的 因为现在民进党是一个团结的民进党 就是赖清德定于一尊 那侯友一个好处是说 那看起来现在应该国民党也是定于一尊 但是还有一个一个半的因素要要面对 一个那半个因素说 郭台铭的支持者 你要你能不能让他能够这个 心服口服 好所以这是半个 因为郭台铭本身已经是成全了 好所以 那也要你要谢谢郭台铭 好他愿意成全 他昨天谢了 对对好 那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二就是说 但是他支持者能不能接受 所以这是你要再去面对支持者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柯文哲的问题 你要怎么去面对 因为我直接讲了 民进党这一次的选战策略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433结束了 什么叫433 赖清德没有打算拿过半的票了 他拿四成就赢了 他只要笃定在野阵营分裂 那你分裂以后 他就可以躺着赢 这是民进党的阳谋 目前的局也的确是这样 对局也这样 那但是至少 现在第一个 那个所谓的 第一种三的可能性 大理上就是先排除掉了 好就是侯友宜这次是选择成全 所以没有那个三 郭台铭 对 郭台铭所册 郭台铭没有 郭台铭就选择成全 就没有那个三 但还有另外一个三 这个三可能未必是三 他也可能是二 可能是一 但是不管他是二还是一 三二一 他对大选都会投入很大的影响 就柯文哲 柯文哲他拿的是三 那就是433 柯文哲拿到二的话 那可能就说442 maybe不知道 就说那民进党的整体策略 还是希望就是分这个在野的票 分在野的力量 所以因此未来我就有个挑战 还是整合的路没有走完 不要大家以为说 今天提名侯友宜 整合路就走完 整合路并没有走完 整合的路还要再继续走 刚开始而已 就是说你可以讲第一阶段 国民党内完成了 但是其实也没有完成 我说过那个半个你还没完成 我就说郭台铭自治者的部分 你没有完成 但是另外一个所谓的 就国民党之前界定的第三阶段 对不对 就是对白的部分 那也抱歉千难万难 那很难的 因为你要去体谅 几乎是mission impossible 对嘛 因为柯文哲他有他政党的立场 所以基本上 这个不是一个容易的工作 可是我要讲 这个担子已经不是在注意人身上 没错 现在是靠侯友宜自己 对就要靠侯友宜自己 因为总统的人选出来之后 所有的担子就总统要挑了 其他就是帮助 我们就是帮助他 但是他必须要去 就是做决断 那当然第三个就是说 侯友宜过去的表现 那他接下来转到国阵这一块 那我觉得他的进化速度 就是要加快 加快 就是说你知道国阵的部分 真的千头万绪了 两岸外交经济教育国防 就是其实国阵是万端的 好万端 那我觉得侯友至少有一个国阵的强项 我觉得还可以凸显了 治安这一块 因为确实治安这一块 是大家现在心里最痛的东西 因为台湾这几年 在民养治理之下 治安败坏到 你用无以复加这四个字 也不足以行动 这是他最大的强项 对最大的强项 所以我觉得我倒是觉得说侯友可以从治安总统这件事开始切入 给大家一个斩钉截铁的承诺跟方案跟想法 告诉大家说 我觉得我就跟你讲 我上任第一件事 我绝对让诈骗集团 就是全力倾脚 提出办法来 提出办法来 这个是我觉得他会有说服力 不是只是专案办公室 对 那因为他是有经验的人 治安是他的强项 所以那现在治安确实是我们现在很重要的国政议题 那当然两岸 外交 国防 那这些部分的话 那你当然就要靠专业团队了 你必须承认 就是说这个部分的话 你的好处就是说国民党 在这方面还是有很专业的人才积极 然后举个例子就是说 马团队 马英九时候留下很多很棒的国安团队 这个部分我认为就是侯友宜的资产 所以你看起来就是说 他有所谓的过 就是面对过去这一块 跟随面对未来这一块 但是过去这一块你没有面对 你未来就会被一直纠缠 你无法往前开展的去走 那好处是侯友宜现在时间还早 所以你还有时间 你还有时间 但是抱歉你说早 也没有真的那么早 你看明年一月就要选 所以真的有多早 也没有多早 所以这个我觉得侯友宜要加快步伐了 这集侯友宜要听 没有啦 至少幕僚要听一下 我服选过两次总统 因为强哥讲到还蛮重要的 这个国政相关议题里面 其实其中关于外交两岸 美中台关系 其实我已经观察了蛮长一段时间 也跟不管幕僚交手啊 或去认识请教啊 然后以及跟他接触过的相关人 我大概发现一个 侯友宜过去的模式跟趋势 当时除了普瑞哲以外 其他的美国的相关人士 到台湾想要跟他见面的时候 他大部分是拒绝的 是婉拒的 或是一些国际人士 想要跟他进一步谈的时候 他不知道是因为可能没有准备好 还是为什么 他几乎都不见 他说可能没准备好嘛 那所以在这种外交国际上 不只是我刚刚前面讲 其他新北市以外的县市首长 他接触的少 帮忙的少 结果连这些国际友人 其实他接触的真的也不多 所以现在变成要急起直追 那虽然当然我知道 他现在已经在安排准备九月份 有可能啦 赖清德前后 应该是后吧 可能也会到美国去一趟 但是他的4D论述 初步得到了一个 华府方面还蛮正面的答案 但是他显然要走的 就是所谓中间选民 但是这些外交国政议题 必须要赶快拉出一个高度来 而且真的变内化成 他可以谈话 论述的一篇篇章 当然昨天我看 在大家新闻大文化上 这个其他这个 董哥啊 什么其他人都说 哎呀 选民不喜欢听政见啊 没有要听的啦 重点是那个个人魅力 可是我觉得候选人本身 还是必须负责任的 把国家要带往哪里去 清楚的告诉大家吗 应该正确来讲 我觉得董哥他们说的论点 未必不对啦 就选民其实对于政见 他的那 你讲说 能够入目几分的问题啦 但是你不要忘了 今天选民听不听一回事 民进党不会放过你吧 所以因此 民进党一定会拿 这个两岸政策来交锋 每次总统大选 哪一次不是以两岸 作为政策交锋的最核心 08如此 12如此 16如此 20如此啊 只是说强弱有别嘛 你看到我举例 到20的时候 只有一个主轴啊 就是两岸啊 对不对 反中成为唯一的战场 就两岸 2020哪有什么 就反中是唯一战场 其实2016也是啦 可是你看到2024 抱歉 一样是 但是 侯友宜 他是占到某一种天使哦 你看2020 我坦白讲 韩国瑜那时候面对天使 真的是奇差无比 反送中那个波浪 几乎是 谁都淹没了 他一个大海叫淹没所有东西 就台湾只剩下一个 所谓的反中 仇中的情绪 但是在2024年 我觉得很大的反转 大家看到了现实状况 大家看到现实状况 尤其乌克兰战争 所以因此 你看赖清德也要回头去 这个台独今孙 台独万岁 对不对 过去木马屠城的那个 那个赖清德 他是非常非常反中派的 对不对 可是他现在跟你讲 他要什么 他要和平保台 他也可以开始跟你谈和平 那这个抱歉 我觉得这个是 那个侯友宜的天使哦 所以因此 是赖清德的罩门哦 对对对 反而是民进党的罩门哦 那就看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这个智慧 以及你有没有这个 所谓的那个 我们讲的是绝制 你把这件 这个罩门 你能够掌握住 因为坦白讲 他不只是选战的罩门 抱歉 我们为什么这么 努力的奋斗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没处理好 台湾下一步是非常危险的 危险嘛 就完蛋了嘛 所以因此 你不只是从选举角度来看 你从国家 你承担责任角度来看的话 这件事都是重中之重 有办法开启 跟对外和平的勾奉 非常重要 对 那但是你只要 往这方向走 民进党一定开始抹红你嘛 他对 他对韩国瑜如此 对马英九如此 对 对成品都如此 对啊 他对柯文哲也是如此啊 好 所以甚至在民进党内部竞争的时候 对不对 那时候在2020年的时候 赖清德跟那个蔡英文的时候 赖清德也是中共同路人 所以你看到 敌弹你要碰的话 中共同路人 抹红的标签必然来 可是你愿意不愿意去 你有没有这个免疫力去抵挡这个标签 那告诉大家 我要走的是坚定的 所谓的台湾利益的路线 这利益路线就是 我不要站着 所以我真的以为 昨天他会谈到这一块 结果他只是轻轻的带过了 对于希望政党人替这件事情 我先念几个斗内 因为大家的反应 在昨天之后都还蛮强烈的 对 我先念Justin K 他帮我们跟我们说早安之外 他建议总统大选海外不在籍投票 都能够投票 这个 战神94强 谢谢 可是呢 基本上海外投票 民进党不可能接受 他不可能接受 但是就要看政党人 可能海外投票 娃娃说 强哥好 请韩市长举起小指头 口号口头支持就好 郭至少敢爱改恨 敢道歉 侯氏女反 蔡英文 自视甚高 这也是一种声音 所以这也是侯友谊 要解决的声音 然后Emily Emily Emily 她说侯从未批评过民进党 跟民进党的关系 比跟国民党还亲近 2020对于韩总的大选 冷眼旁观 旁观不是旁观 对不起 其实站台 从后到尾都在夸耀自己的政绩 所以大家会有疑虑 这也是另外一种声音 真的都要听进去 然后还有好几个好朋友 都有蛮类似的一些言论 对不起 挑掉 让我待会再继续念 但总之在这些 这个董内的朋友里面 就已经表达了一部分 很重要的声音 那就是 大家对于侯友谊 目前是还不够成为 最大公约数 他还有一些需要调整 过去策略 很重要的角度跟方向 刚刚王太祖的董内是说 岁月静好就是没有担当 好好这事就是等领薪水 没有什么搞头 所以就是你讲的第一点 所以你看我还没看大家的留言 我就已经点出关键 就是说你要平复这件事 这个是不能轻忽的事情 我觉得这些网友的留言 我觉得侯友谊跟他团队都应该好好看一看 对 他去正式面对这个事情 那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说侯友谊 其实我刚刚讲他天使 天使有 那地利其实也是有 地利就是说 终究这次地方国民党大胜 所以地方执政这个部分的话 会是地利 那第三个 侯友谊还是有两张 三张很重要的人和牌 第一张就当郭台铭 郭台铭你要怎么样去跟郭台铭 有更多的一些情谊 结合 让郭台铭成为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力 你跟我讲的一样 所以我以为这两天会急着 赶快去跟郭台铭见面 就好像幕僚很安稳的说 目前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